立刻投降 把手放在头上 你已经被包围了 这是最后警告 派遣暴风号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放下武器 非常好 测试结束 我重复 测试已经结束 好 各位做得非常好 告诉我 暴风号到底是什么 市长先生 暴风号其实是能够使气候产生变化的机器 气候变化 它可以随时随地转换气候吗 完全正确 各位是 我是研究所副主任霍华德博士 霍华德 我来解释就好了 市长先生 从刚刚的演习中 你也看到了 暴风号是非致命性的武器 它能够在不伤害性命的情况下完成任务 是的 它做得非常好 那么 暴风号什么时候可以正式投入使用呢 暴风号目前仍处于实验阶段 未来肯定会提升警察和国家安全局的实力 很好 我对这种非致命性的武器抱有很大的期望 我们不会让您失望的 市长先生 容许我提个问题 假如暴风号落到了敌人的手中 它有没有可能变成致命性的武器呢 当然了 市长先生 只要增加暴风号的能量 它的确可以 不 绝对不会 这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市长先生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我们一直把群众的安全摆在第一位 很好 霍华德 你疯了吗 我只是实话实说 暴风号的能力何止变换天气 我们还能够将它变成一个超级武器呢 我警告你 你最好不要有这种想法 否则 大家的努力都会付出流水 竟然没有人相信我的话 你这奸诈的老头 你只想利用这个机会成名 我才是创造暴风号的人 暴风号的用途应该由我来决定 看来我也该把属于我的东西抢回来了 这是谁批准的 快停下来 别开枪 完了 这下个糟了 到底是谁干的 成功了 这太简单了 等待的好天气 今天的课实在是累坏人了 没想到我们竟然完成了 对呀 不过还是别谈功课了 再谈我就受不了了 我们去雪糕庆祝去吧 好主意 我也去 我也去 一凡 一姐 怎么了 快上车 你发生什么事了 先上车啊 走 路上我再向你们解释 那雪糕怎么办 好吧 你的意思是 那个暴风号不见呢 是的 我从爸爸那里听来的 好像是被人入侵系统 偷走了 这个暴风号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是一架 能够改变气候的机器 什么 我完全不明白 改变气候的机器 竟然有这么尖端的科技 实在令人感到意外啊 暴风号要是落到敌人的手里 灾难随时有可能发生 那会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希尔斯已经找到暴风号的位置了 我们要尽快行动 好 那我们快 十二分钟抵达目的地 去吧 那么 它在哪里 默克答应给我的东西在哪里 放心吧 我们不会骗你的 整个研究所都是属于你的 很好 这东西怎么操作 很简单 使用这个就行了 快拿过来 不 只有我能够操作暴风号 什么 把它交给我 你不是说这里没有其他人吧 又是他们 启动战斗模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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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投降吧 那是什么机器人 改变计划 发动攻击 你在干什么 我要把暴风号带走 这我可不允许 你哪里都不准去 这个我先收下了 谢谢 你们 再见了 朋友 这不对劲啊 让你们见识 他的厉害 你给我住手 这下糟了 有趣的 现在才开始 小心 小心 余岛 他们 他们被冻结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要发动地狱风暴 把一切都消灭 地狱风暴 维克快 那是什么 全部都化成灰烬了 它不但能够冰冻目标 而且短时间内又能释放高温 这种破坏力实在太恐怖了 维克 暴风暴没令你们失望吧 这 我们就不打扰你了 下次再见 他的系统因为冰冻 而无法输出能量 现在处于冬眠状态 那该怎么办 我们可以尝试让他的系统升级 只有这样 才能重新启动钢甲源 否则无法解除冬眠状态 但苏菲老师不在这里啊 这下糟糕了 我立刻联络苏菲老师 他或许能够把程序发送过来 程序正在上载 这会需要一点时间 明白了 我们必须在他造成灾难之前阻止他 我从空中试试看 当讲系统 火力 这些侵袭人是怎么一回事 竟然有这种科技 我要教训你 希尔斯 快接住他 钢甲系统 躲定 我的系统有部分遭到破坏 自动修复功能已经启动 但需要时间 让我来保护你 别再做无谓的挣扎 一切都要结束了 维特 快离开那里 我想到了 玉杰 把钢甲雷击 发送给萨维斯 知道了 萨维斯 请准备 萨维斯 狼甲系统 火力 不 不可能会这样 你们真的惹火我 看看你们如何接近下一周 不好了 不好了 维特 希尔斯 快躲开 希尔斯还需要一些时间 逮到你了 他越来越接近了 我们得想想办法 好极了 毕达 是时候醒来了 毕达 艾森 我需要钢甲炮来发射保护罩 保护罩 是的 你还记得负元素吗 记得 毕达 能够使用负元素 来制造一种 防御性的保护罩 真的醒得通吗 试试看吧 杠杰斯统 传动 把钢甲系统 锁定 保护罩 发射 坚持下去呀 什么在这久时候 轮到我了 你在制造什么 能够让维特飞上天的配件 双 브로 钢甲系统 反正 钢架系统 锁定 维特 这个钢架配件 可以把你的速度提升到极限 我不会让你逃走 这是什么情况 火龙卷攻击 发动 不 不 不可能发生这种事 你已经被包围了 什么 你们怎么会知道这个地方 霍华德 你已经犯下操天大罪 我犯了什么罪 你才是把暴风号偷走的人 你的确创造了暴风号 但霍华德 我们本来可以将这个伟大的发明造福人类 不 我的暴风号可不能用在这么无聊的事情上 我要它变得强大 你应该见到它和那些超级机器人战斗时发挥的能力了 超级机器人 挺好的 是他们毁了暴风号 如果我还能够再打造另一个暴风号 那么一定能将他们打败它 哈哈哈 我的老天 你也真是名副其实的疯狂科学家 把他带走 我们成功了 没错 我们之间越来越有默契了 那是肯定的 不过我在想 默克到底要暴风号来干什么 这还用说吗 肯定是做坏事 别担心 暴风号已经被我们消灭 他想要也没办法了 说的也是 我终于掌握变换气候的科技了 哈哈哈 哈哈哈